3 2 1 台湾有亚洲最大的风厂 也有自己的离岸风电供应链 大战化离岸风厂建制容量达900MW 创造超过8300个工作机会 经济价值上看5230亿元 超越电动车产业去年度的4000亿元产值 不只是台湾首座百万千瓦级的离岸风力发电厂 也是亚洲规模最大 预计在今年风机的座数将超过300座 台湾不只领先亚太 在全世界里面明年前茅 肯定能源转型政策 在本土和国际开发商供应商等等单位努力之下 才有现在的成果 请辞未留的台电总经理王耀廷 也上广播节目大谈再生能源 目前上次王部长讲的是20年 对要延后一年 因为计算的基础的关系 就盖完以后电要发出来要隔年才有 台电压力比较大的实在是6点到10点 白天用电量没有比较高吗 白天用电量高 但是因为我有太阳能 而随着夏天越来越靠近 台电预估今年夏季用电高峰 上看4108万千瓦 创下新高 将增加新机组 并从需求面调度 力拼夏季夜见风备展容量 7%以上 明星期术月亮 到